事实证明 武功再高也怕炸药 即便他是武林第一高手江海天 魏忠贤手下的得力干将灰狼 在江海天的府邸中埋下炸药 想要把江海天等人一并铲除 幸好金竹刘嗅觉灵敏 闻到了火药燃烧的味道 这才帮助众人逃过一劫 众掌门聚在一起商议 要找出布下炸药的真凶 你我看 那个六合邦的妖女就很有嫌疑 也许他有人跟他理应外合 欧阳坚的话译有所指 将矛头指向了金竹刘 江海天文言联盟转移话题 提醒众人要加倍小心 朝廷和天魔教看来已经不择手段 散会后欧阳坚找到了术实道长 认为江府之中必定有内奸 而要不是金竹刘阻拦 他们早就抓住了史洪英 术实道长认为金竹刘是金氏仪的儿子 不可能替朝廷办事才对 在座队又有谁见过真正的金竹刘 就算是江大侠 他也只是知道金大侠有儿子的消息 根本就没见过那个孩子 竟然武当太弟子都会是假冒的 这个金竹刘为什么不会是假的呢 术实道长认为言之有理 既然有人冒充武当弟子 那这个金竹刘为何不能是假的 两大掌门一起合计 决定暗中调查金竹刘 夜晚降临 金竹刘拿出了金氏仪的信物 总算打消了江海天的疑虑 他确定眼前的少年 就是他的师弟金竹刘 使洪英之事只是适逢其会 4月清晨 江海天召集众人排查内奸 爆炸案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该帮帮主仲长统提出意见 到底是谁调走了大殿的守卫 这个人的嫌疑最大 仲长统的话音刚落 站着的一个男人变冷汗直冒 欧阳坚也很快发现了他的意状 事情的真相浮出水面 这个叫做无量更的男人 就是支开守卫布下炸药的内奸 欧阳坚发表自己的看法 认为无量更只是一个替死鬼 幕后主使一定还在他们中间 术师道长打起了配合 把话题引向了金竹刘 江海天知道内奸不可能是金竹刘 以强硬的态度终结了猜测 既然无量更已经服毒身亡 他们之间就不要胡乱猜测 迎脸人心惶惶乱的方寸 内奸之士就此告一段落 时间来到两天后 西昌一军首领玉尺炯的妻子 齐圣英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就在半个月前 一个叫做梦龙的高手来到西昌 因为武功高强见识不凡 得到了玉尺炯的看重 梦龙习武城吃提出要和玉尺炯比试一场 玉尺炯爽快地答应了梦龙 有心算无心 玉尺炯手下留情点到为止 梦龙却蓄谋已久出手狠辣 打了玉尺炯一个措手不及 一拳将其打成了重伤 幸好齐圣英及时赶到相救 否则玉尺炯已经命丧皇权 而这个梦龙不是别人 正是魏忠贤的义子帅梦雄 他趁着玉尺炯重伤 带领大军攻陷了西昌城 如今义军死伤惨重退守大梁山 玉尺炯重伤之躯 急需少林寺的小环丹救命 江大侠 你和少林寺有很深厚的交情 你能不能替玉尺 向大悲禅师求两颗小环丹 到少林寺去打个来回 至少也得时间半月的 哎 师兄 你别着急 金竹刘拿出了一个盒子 里面装有三颗小环丹 是金氏仪给金竹刘的新手大礼包 正好解了玉尺炯的燃眉之己 不仅如此 金竹刘还将文道庄的段序膏 一并交给了齐圣英 有这两大灵要在手 玉尺炯恢复如初指日可待 然而现在有个难题 如何护送齐圣英去往大梁山 必须要计划周全 朝廷的人肯定知道齐圣英的行踪 江府去往大梁山的路有两条 这两条必定都有埋伏 可很少有人知道 通过险恶的飞鹰剑 也可以去往大梁山 因此将海天决定派出两队人马 吸引朝廷伏兵的注意力 再由金竹刘和叶木华两人 护送齐圣英从飞鹰剑离开 灰狼是江府之中的内奸 自然知道齐圣英即将离开江府 他召集了臭名昭著的东场四毒 要他们活捉齐圣英和叶木华 他们什么时候走 听说是明天 我觉得是个叶木 也许他们今天晚上就有行动 那么好吧 我们就活捉叶木华 还有玉之勇的老婆 让他们共住江海天 然后我们一网打击 明白了